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要知道当你的日元出现受克的时候 克得很厉害的时候或者流年大运受克的时候 那么你的日元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病 也就是说对我们身体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至于怎么才叫克呢 这个现在没有十例八字 我是没办法跟你讲 那么你先把它记下来 以后我们在十例八字的克当中 去一一的去跟你讲 但是首先你要知道甲木代表着人体的胆 骨头还有脱发 头发 筋骨头 这些都属于甲木 那么影木呢 在我们八字里面呢 它代表着肝金白发 大家一定要记下来 以后你才会知道 比如这个八字里面的甲木受克了 在大运或者流年或者行冲克 和会的时候 它有什么变化 那么你要知道甲木受克的时候 它会出现 金白上就是出现 对我们身体会有哪些影响 当然我做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 它会有很多很多的 但是我做一些比较简单的 容易大家容易就记下来 因为初学的人呢 太多东西你记不住 像我们呢 我们天天是用这个罗盘看风水的 然后那个罗盘里面的知识 我们都懂 那么要呢 我们就已经懂了很多了 那么初学的人呢 你没有这些基础知识呢 你懂不了那么多 那你就记吧 比如我们丙火 它代表着我们人体的小肠和眼睛 比如我在看风水的当中 我看比武丁的饼上面 有一些电杆呢 或者电塔 那么就可以通过流年来判断出 他家里面的某些人眼睛不好 那么这个是看风水的一些技巧 当然这个我们讲的这次八字 钉呢 它代表着人体的心脏 等等 当它受课的时候呢 容易我们的心脏会有胃停 这就是钉 大家记一下 我就慢点发 好吧 你们先记 手表呢 在我们这个风水学当中啊 它也称为财库 所以你看一下 有一些成功人士 他都容易喜欢戴手表 手表呢 它又代表了 在我们八字命理当中 或者是在风水当中 只能说在风水当中 不是在八字 在风水当中呢 它代表着 左青龙右白虎 那么 你戴手表呢 对于它是增加了了 你这个青龙位 就是这个青龙要住 就有贵人相住 第二点呢 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风水当中呢 手表呢 它在转动的时候 它是顺时针转动的时候啊 它可以调领我们 身体上一些不足的 这个气场的风水 所以我个人 对手表呢 就是说 它是财库 所以我建议你们呢 如果没戴手表的话 男女都适合去戴一下手表 增加你的贵人运 当然男和女 都是戴在左手里 左手 它才代表着青龙 所以就是说 你不要分说 女的就戴右手啊 这个不对的 都不管男女 都戴在左手上面 那么接下来 我就把它翻上来 大家你们自己记啊 你们自己记 然后你们自己做个表格 然后到时候 我们讲课的时候呢 你才知道我讲到哪里了 要不然呢 你不知道我讲到哪里了 然后它代表着你看 物土代表着胃和子宫 理命就代表子宫 理命的八字 它就代表着子宫 极土呢 它代表脾胃 糖尿壁和子宫 根筋呢 它代表着大肠和智仓 如果你的根筋受克的时候 那么你的大肠和智仓 它会出现这两个病 这两个地方不好 比如它有智仓 或者肠炎等等 那大家自己记啊 我就不管你们了 你们自己记啊 那么比如 心筋 它就代表着人体的肺 比如我们八字里面的心 日元是心筋的时候 心筋比较弱 没有硬来生 而且它受克 受观察来克 克的太多的话 这个人从小他就爱咳嗽 肺不好 那么润水呢 在八字里面呢 它代表着膀胱和血压 血压呢 它包括了这个高血压 低血压 血糖 冷冷 鬼水呢 鬼水受克的时候呢 它代表着什么 血液 高血压 低血糖 手脚冰冷 冰冷 里面呢 它还代表着复合 这个呢 就是说 我个人 对这个八字里面 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 当然它包括的东西 还有很多 当然我们做了很多的东西的话 会记不住 所以我就把它弄得简单一点吧 这个呢 很容易记住 这个你多看几次以后 你就容易记住 那么以后如果我们讲到 有些实力八字 有这种情况的话 我直接讲出来 你就懂了 首先你一定要有基础 好吧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